然后从我们 儒家的道理 孟子的天将大战 让你失恶地 毕些苦情心治 了情尽苦 对不对 恶情体肤这些苦难的环境 是训练一个真正有当当的 我们讲说当当是对自己 生命当当的人类的最好训练 所以说 你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验 就不必去怪 你要去面对 去学习 所以在我们台湾很多 现在的年轻父母不信 他们不信是因为从我们的眼睛 生了一些什么 畸形的小孩子 听懂吗 蛮多的问题 以前我们这些人 都会想说 这家里一定是前世造什么恶业 所以这时候才会受这一口报 但是佛法的真正的教育 很多的这些爸爸妈妈 当他们知道自己 小孩子本身就有问题 他没有拿掉 然后产生下来 他们夫妻一起来照顾 甚至照顾的过程 他永远都用一种感恩心 他说 感谢小菩萨 让我的生命能够学习更多 承担更多 去感恩更多 去学习更多 你看我现在 手脚什么都自在 可是你对你的生命真是有感恩吗 如果你自己这一辈子 你感恩过你的生命的世界要补充 可是你想想 那些牵线的人 他们这么困难 这么悲惨 他们仍然在生命的过程中 又不懈怠 又不放弃 我们就讲那个小孩来讲 听到我们也是如此 那父母也是如此 这个就是把佛法 化成了生命的力量 听到吗 这就是去承担 然后从承担里面学习 真正的经验 然后最后 才能够做无畏的奉献 所以说学佛 为什么要你们去禅禅 去修行 禅禅修行 你不知道吗 佛陀告诉我们每个人 自己跟佛一样的生命力量 如何借着我们禅禅的修行 变成我们自己 生命的生死的提振 让我们时时刻刻 我们的生命也都能像佛陀一样 这样的光明 要不断不着 要幸福们 所以说禅禅就是要每个人 自己来承担做主 听到吗 承担做主就是做我们自己 生命的存在 所以这七天 我希望在座的礼物 要从这方面 我们指导你的方法上面去用功 好 首先今天我讲的就是 每一个人要认清佛法的正之间 叫做缘起空 听到吗 但是空的当相不是断面 不是虚拟 而是有更积极的什么 一种生命力量的存在 然后对所有的一些相 都要保持正确的认知 不要死相 听到吗 要能够活观一切的因言 不要死在一个相上面 你的生命就无限的宽化 更何况我们讲说没念没想 你能够相应到佛法之间 你的世间就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阻碍 你看一个相死在你的心里的时候 你就 就怎么样 就真的就痛不了 多少人痛苦啊 什么惨下眉头又丧心了 然后混世间情是何物 人家人什么 生生死死 有没有 不错 这也是自情自爱 但是我们讲说 在佛法里面的自成自爱 还可以怎么样 不是只是在向上 听到吗 还是可以化成真正的用途的生命 然后真正什么 自在快乐的生命 所以我希望这几天 大家好好来努力 禅心为什么要七天 叫做克其其正 听懂吗 你们来到这里 就要在这七天里面 把我们写佛 要了生托食 要见到自己生命的实相 发一个愿意说 在这七天里 我一定要去成就 然后真实佛法的东西是什么 我们要制止人心 听懂吗 意思就是说 不要再去追逐外在的 直接就你自己生命的实相 人心就是你生命的实相 还认真去下手 认真下手 就是把佛法的政治界 说法跟观点 化成我们生命的实证 就叫建心成风 听懂吗 所以说希望 这几天我们会在这上面 来告诉大家 因为正切的观念是最重要 听懂吗 没有正切的观念 所有的行 都是满修下令 而且错误的 那么 然后在步骤方面的进行 我们真实 会慢慢的一一的指导大家 你们不要看说 有些是很浅 有些是最清楚 在佛法上没有基础 跟最究竟 听懂吗 每一个法 都是平等的大法 在我们自己修行的过程之中 你要把它融入到 不要因为这是大 这是小 这是好是坏 你一起这个念 你已经就离开了佛法的政治界 听懂吗 那么 如果已经学过的 更应该在这里面去认真 然后把它变成更加的成熟 变成可以随时随地 也能够去指导别人 这样子才叫 所以说 修行佛法 不是向外去尊重 向内时时刻刻刻 观察自己最维系的起性动念 你都能够清楚的绝照 然后能够自己好好的去 做自己生命的主宅 每一个念想 你都可以很正向的 很阳光的去处理它 知道明白吗 好 早上跟大家开始到这里 晚上我们还有 那么这个整天 我们都是在修行 首先就是政治界清楚以后 一些方法 一夜的去掌握 请合掌 能够吃果下上三位训 一位训 二位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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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训 让师傅一位训 让师傅一位训 好 幸福很多了 好 班长恭送师傅 大喝 十、二位训